欢迎回来 中国大陆内部最近也有一些问题 期待要去解决 不晓得挑战 我们来看的就是最近大陆的武汉 因为这个退休老人家的这些医疗保险的福利被消减 爆发了一场白发运动 那么具体的内容是包括武汉在内的地方政府呢 推动医保改革 减少医保个人账户的给付 2月15号呢 武汉就发动了这个退休老人上街抗议 所以就简称叫做白发运动 那刚才提到呢 主要是因为呢 有好几个在武汉的地方政府推动这个医保改革 减少个人账户的给付 强制把个人账户资金集中管理 变成一个公共保险基金 而华尔街日报就特别分析说呢 这个分这个就凸显出了是什么呢 中国人口老年化 还有就是地方财政吃紧 以及社会安全网不足的这些问题啊 所以他说烧出了一个中国深层的社会问题 但是真的有像华尔街日报所分析的这么严重吗 这个白发运动凸显出的危机或者是说挑战是什么呢 李老师您的观察 对我想前一阵子中国这个爆发了白子运动 那现在来个白发运动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叫双白运动 那一个是青年人为主 白子运动是青年为主 那么白发运动是老年人退休老人为主 那这个其实白发运动基本上最主要是 不是把他那个个人账户把它减少掉 而是说他本来这个个人账户 这个医保的账户呢 他本来就有 就是说你余额是多少 他把一部分的余额 他按照你不同的资格 你的年龄你的这个收入 那么不同的资格有不同的一部分的比例 播到一个叫做公共保险基金 这样的概念里面 那这个东西呢是作为 他说将来是一个社会保险的概念 社会保险的概念 社会保险的概念 那可是对这些老人来讲 现在是疫情期间耶 我老人是比较属于脆弱族群 你把我可以用的额度 哪一部分变成公家的 那变成说有病的 我有病的 我钱不够用 担心额度不够 我的额度不够用 对 但是呢 你把这个钱放在公家基金来讲的话 这里面用不到 所以他们去抗议是抗议这个事情 那这里面也有反映什么呢 反映了地方政府确实面临到 所谓的财政的困难 那地方政府为什么财政会出现困难 那当然因为疫情 这三年疫情 地方政府你知道他们的操作 我们知道 地方政府呢 他们不管是市委书记 省委书记 对他来讲 最重要是他的政绩 那政绩要靠什么呢 要靠GDP 那GDP的发展 最重要的火车是什么 是房地产 所以地方政府他能够操作的 他本身所能够操作的资源 就是他有很多的公有地 可以出浪 可以这一个 可以这一个 这个作为这个所谓的 这个房地产来操作 那变成他自己的一个资金 他有时候是用这样子 就是用房地产来借贷这个概念 但是因为前阵发生那个恒大地产 是不是 的危机 所以整个大陆的房地产烂尾楼一堆 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再加上疫情 疫情的话经济的活动就萎缩 所以中国大陆面临到这个 我们可以说是 过去这一两年来是经济成长最惨淡的这两年 所以他经济成长衰退 他地方政府没有收入啊 然后他房地产又没有办法来这个税收啊 因为最主要房地产的税是给地方政府的 所以这样情况之下 地方政府就债台高足 他本身的债都防不完了 那再加上 所以他就会想办法在很多地方来把这个钱 私人的钱变成公家来用 所以主要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大家说人口老化问题也不是中国大陆才有的 其实包括像你放眼全球 包括连台湾在内 其实都面临到说整个人口结构在改变 变成一个倒金字塔形的 那人口的减少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军事方面呢 包括像是服役的人 因为呢 最近解放军就看到他们的航空 这个海军航空队 他们推出了一项创举 就是招收非军事大学毕业的女性 要担任什么呢 战机飞行员 参与这个计划的女性呢 通过一连串的测试之后呢 还会经过大概三到四年的培训 才会正式的成为这个海军航空队的飞行员 那过去呢 这个解放军他们在培训飞行员啊 都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大学的毕业生来担任 所以呢 这一次这个动作出现之后呢 美国海军学会就分析说 这代表说呢 解放军呢 从正规管道培训的飞行员的数量 是没有办法跟上他现在航母战力的需求 老师怎么看 的确啊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 这个中国航母的建设呢 就非常的快速 他的军舰也像这个下脚趾一样 一条一条下 那所以显然意见呢 其实刚好这个 是一个工序的问题 但工序就不平衡 此外还有疫情 因为其实疫情 这几年的疫情呢 很多这个军校的招生 包括台湾也是一样 就受到比较困难 那因此呢 其实如果他透过这个 这个非所谓的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 这个解放军的海军 航空大学毕业的 然后去在社会找 那觉得 跟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嘛 如果现在我们这个军校的 这个声援不够 可能就会从这个大学 去找这个RTC 这些来做一个补充 那这个部分 那此外呢 其实女性呢 那当然啦 他如果说他现在 他要去找女生代表怎么样 现在中国要推一个 两性的一个平权 就是说其实女性 其实他不管他的个性 他的身体素质等等 其实他也可以从军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 从军或是非兴 其实在乎的不是 男女的一个性格 跟性别无关啦 是怎么样 是第一个当然就是 按照法规来 按照你的体能 按照你的机制来 OK的 此外呢 但是呢 为什么他还要去 现在我觉得这个中国呢 现在也在特别去抓 两性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问题 因为什么 他要去抓代表 两性是有问题的 尤其呢 其实女性呢 就在这个部队里面 其实也容易发生一些问题 因为毕竟以前呢 都是 都是这个以男性为主 那有女性进来呢 就会产生 现在尤其现在网络也很泛滥 等等这些 像最近不是一些报纸 说什么 这个女兵的什么 照片流出去等等这些 其实都是 在在中国 要去注意的 所以他在 他在做这个招收 女性的飞行员的过程中 他也会去 特别去抓这个 两性的一个管理问题 所以这个我们 我记得在之前 节目上面也跟静哥 讨论到说 航母的飞行员 其实他的技术真的是 算是要很高超的 因为这个航母是 依着这个海 所以说 他的起降啊 其实是需要 高超的技术 那但是 女性来担任 而且是说 招收非军事大学 毕业这个女性 来担任这个战机的飞行员 这件事情你有怎么看的 完全不是问题 本来就是这个 我想啊 这个共产党有一句话 我们共产党用的干部 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所以解放军啊 来自本来就是他的干部 或者说任何一个特殊的战场 本来也就是来自多元的管道 在啊这个民间优秀的大学 招收国防身 最后转任为飞行员 必必皆是 我们去看几个蛮成功的 女性飞行员 其实也都不是完全 都是科班出身的 但是最终要 英雄不怕出身体啊 经过适当的后面的 就是训练 跟适当的衔接教育 还是会达到一定的成果 那是我是觉得 这个就是 我可能要在这边 要特别点出来 女性在航母上当飞行员 老早就存在 因为有很多女性 本来就 就飞悬翼机啊 那些救护 它这边主要是 这个讲法 新闻讲的不是很精气 是指说 女性是担任战斗机的 那飞行员 那一个航母上面 有各个不同型 有悬翼机 有很多 这各个不同的机型 我必须要讲啊 这个航舰上啊 那个比较大的甲板 去那边降落 跟那个在一个 小的驱逐舰 或者那个所谓 护卫舰的后面的 后甲板去降落 那个飞直升机 所需要的体力 比飞那个 就是说现在都是线船 这个飞控线船 飞控的fly-by-wire 那个来讲的话 那需要的体力更强 所以啊 你可以看很多的 长得很壮的 那个女性的 就飞行员或男性的飞行员 都是飞直升机的 直升机跟男飞 直升机所需要 那个体能啊 更壮 所以更会说 像那个老虎脖子 出脖子一样 那当然 飞高机力的也是需要 所以我们就是说 有很多不要说是认为高速机 它所需要的这个 就是说机力才比较强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其实刚刚提到说 人口减少 就是说现在因为升的少 这个问题确实在全球 大家都面临 人口减少 这个我觉得中国大陆 也不必太担心 因为中国大陆 现在面临退休的这一代 其实我们人口 不光是量也要值 现在要退休的这一批 其实是文革失血梯队 也就是说差不多是65岁 这个63岁65岁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这个其实当年 是在文革失血 相对上面 即使回来 后来后续利用各种教育管道 去补足那段失血的经历 但是对于整个 整个中国大陆发展而言 假如现在突然退休了 就是说后续退休了 是完整教育的那个世代 跟文革失血这个世代 我认为冲击还不强 可是过了20年之后 就是说大量负招 那个世代退休的时候 那个才是可怕 我觉得长期来讲 这个中国的少子化 跟高龄化的问题 事实上全世界很多国家 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 那么我们知道 在中国有一个做人口研究 中国智库叫做 预国人口研究中心 他们在2021年 他们就是有统计 就是说中国的出生人口 2021年是1062万 那么在2022年 那么跌破了1000万 达到956万 所以创194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所以他们估计到2056年 中国人口会被美国反超 各位 美国现在是个位数的 美国现在几亿 对不对 结果到2056年会被美国反超 所以 就是说现在中国很多的家庭 都一胎 很多就是不婚不生了 就是我不婚不生 都不生小孩了 所以现在中国的人口少子化 确实是个问题 所以 跟台湾一样 台湾现在均是 男生找不到 就找女生进来当兵嘛 可是当初那年开放 说是这个可以开放生二胎 那年超生了1700万 差点没有再生出一个台湾人口 所以说我就讲说 这个就是说 大家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啊 这里头不光是量 还有是值 但是呢 就是说现在就是马上退休的 这个文革思学时代 倒不是最严重的冲起 而是要从那个大专 开始附召那个世代 那段那个世代的人啊 是后来中国大陆整个经济 开始发展了最重要的推力 这两年不是也听到说 这个2023或者2024 说印度的人口会先超车 印度现在已经超过了 已经超过了 已经超过了 对那接下来就是 刚刚像李老师讲的 2056年的时候 甚至会被美国超越 不过那个假设前提 他假设是因为 还有几个假设前提 因为目前中国的那个平均生意率 就是0.7到0.9 就是每一个家庭 他是用生育率来算 那如果你这样算的话 就是到2056年就降到 比美国还少 美国 那么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中央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因为他们生小孩 比较难 生小孩容易 养小孩难 包括这个社会保险啊 各方面还有 现在年轻的失业率非常的高 所以很多的年轻夫妻 他就不生了 或者是就不太就好 很非常类似 这就是政府 我们现在觉得这是国安危机 我们现在是生不如死 所以要提供很多的补贴啊 如何如何 你知道实在不行 那就开放可以养二房吧 你现在是当阿公了嘛 对啊 你儿子想生是 也是因为要有条件才愿意生 不是这个是本来就是 这是因为要配合政策啊 对这有政策 而且讲实在话 也是要大家努力嘛 对不对 我们当这个上一辈的 就是少去啊 这个打搅下一代 他们就会安心的努力嘛 当然是你相对来讲 所以人口利益也会受到影响 那人口就是印度 印度说这经验已经超越了 代表它就可能 没有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议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